所以各位要不要赶快成佛啊 记住这个 一切努力为了成佛 这个目标如果离开 就不是大成佛教 你就会停在世间的苏干娘 成就非成就 你就输了 为什么你这样讲我 我也没错 那你就输了 因为你这个小小的事情 你都过不了关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一切为了成佛 一切为了慈悲 要把个人患得患失的心态 放在旁边 所以免得 刚刚师父讲话不太客气 他想一个晚上 隔天来报仇 不满 那你怎么修啊 你没办法了 原来你这个爱面子 我只傲慢这么强 一句话就可以让你 七天睡不着觉 含恨而死 一句话 那你看你烦恼有多大 那自己又过不了这个关 自杀的人大部分都这样 过不了这个关 我们干弯 你去泼人家流酸 然后再泼流酸 泼自己 结果自己又没死 你看多痛苦 但是那种一念的烦恼 就会铸成罪 有没有办法环毁的事情 最后在这一点 反应要快 什么叫反应 反应要快是回归佛性 那大声 反应要快不是回归烦恼 你怎么跟你这样 你怎么跟你跟我说 就像一个女人一样 她很敏感了 她这个男朋友讲一句话 好像她就睡不着觉 你看 该敏感的是对佛陀 因为我们现在归佛了 所以八观再戒 就让我们抓住这一点 所以那只要老实的去持戒 就可以圆满 那菩提心你空性做基础 你不离大悲做根本 那你要符合这两个 那才成为愿成菩提的资粮 那各位每一尊佛 你只要看到她的形象 听到她的名字 你都要去了解她 法门无量试验 学每一尊佛 有度众生的视线 善巧方便 因缘 所以每一尊佛 怎么样帮助众生 特别本师释迦牟尼佛 把完整的成佛过程 视线给我们看 三大而生奇迹的苦行 六度的圆满 百节修相好 那这成佛以后 怎么样的 在人间四十九年 善巧方便 来自呢 视线进入灵山净土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各位要去研究 像我很喜欢研究 佛头从入涅槃 又开始视线什么 一入涅槃八年 马上视线成莲花生大事 在二十四年 视线成极洗金刚 再来就以肉身 各种形象 在人间 在六道 不断的在视线 包括天台智者大师 各位认识的 所以很多大善之士 都是佛头的视线 包括玄奘法师 包括济公佛佛 所以这些老师说 我们大家都对他们 耳熟轮详 这个都是佛头的画像 包括观公 观公是佛头的化身 化出来的 来人间 普度众生等等 所以 那当然各位可以去 思维研究 然后 原来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真是时时刻刻 都在我们身边 不可能说 观音菩萨你去 佛头我不去 没有 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化现的 比释迦牟尼佛还多 为什么 我们念阿弥陀佛 百千瓦 法身 报身 化身 各种形象 显现 所以念念阿弥陀佛 弥陀时时时现 那我想 这个不能用量来比 它就叫入法界 就是 就像没有一个空间 在这个地球 没有一个空间 没空气 就这个意思 没有一个空间 没轨道 所以每一个空间 都有佛 一个维系的 一维尘 一小灰尘里面 都有无量的佛的世界 在里面 你不能用人间的想法 来看 这个重量五公斤 这个重量十公斤 请问这个讲 重量五公斤 十公斤 这个是正确不正确 不正确 那叫地心引力 不是它有重量 地心引力 那如果你到月球 你就不能称几公斤 因为没有地心引力 所以就一个讲法 太阳从东边起来 西边下去 这讲法对不对 你会被笑死 人家太阳没动 是你地球在动 你还说我动 但是以前人的想法 就是认为这样 太阳起来 不是啦 你沉下去了 佛法就是说 如果你学了佛法 你会用这样正确的眼光 去看世界 原来不是你骂我 是我骂你的回想 了解吗 今天你骂我 你称赞我 对我好 那个都是一个回想 一个反作用而已而已 再来 这个回想里面 没有你也没有我 各位还要思维 三轮提空 不然你会气死 不然你会执着 那你必须用佛法的思想 去看这个世界 这个很难喔 很难喔 有些菩萨这边念 地藏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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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你要知道 你对佛法有信心 你不用接他电话 他都会好 了解吗 接他电话是放不下 这意思啦 就像我出家 我是说 不能接家里电话 什么都不能接 要争断 心里想说 看一下也好嘛 特别看儿子 太太要来看我 我要看儿子 互相看一看 但是你要断 他死了 你都断 他死了 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修行 才是对他好 你要真爱他 你就要修行 要修行 才是争吵度父母 看起来离开父母 是不孝了 但一直出家 九成七祖进朝圣 所以各位 为了孝顺父母 为了普渡家人 今天就在这边剃头发 不要回家了 好不好 这叫放下 不行 我还不好 这叫放不下 车拢的时候 你没法交代 我跟你说 所以有很多 很多菩萨 他先生死了 他叫我帮他超度 我努力超度 他只问我一句话 请问我先生 没有留什么话 我问十几遍 我就不想回答 不要我说 我替你老公说 阿弥陀佛 念佛 你还要想得到你先生一句说 你好好照顾你自己 那个就是一种执着 我说你问这个干嘛 你要问的是 他去净土 OK啦 你自己呢 赶快念吧 净土相见 那就好了 所以 那我想各位 你要站在佛法 在思维角度 来抽越世间的执着 来降服自己 各位你皈依了 受戒了 乃至你素氏的姻缘 旁边都有很多护法善神 在守护着 所以就像不动佛 有大象做守护 事实上还有更多 地藏菩萨有狗地听做守护 文殊菩萨有狮子做守护 一般的都有龙在做守护 降龙罗汉 降虎罗汉 意思是说 把他降服了 导过来他们还守护你 帮助你 不然就没办法 普度众生 像各位你要超度 你要超度动物 要有动物的护法 你要超度堕胎胎儿 有堕胎胎儿的护法 你要超度人类 人类的护法 外面的灵魂 鬼魂要进来 要护法带着排队 不干扰 带队地方 所以就像土地公 一般人往生了 土地公的护法 又会来 带着王魂魂魂魂魘 所以要带他去摸 带他去超度等等 这些护法善神 我们都要齐请 所以各位要经常 念习 跟诸佛菩萨称赞其愿 跟众生 说法 慈悲 养成习惯 就像你年轻 喜欢打电话给你男朋友 说那天还在说 说不算 因为你喜欢 但是我们现在是慈悲 你的思想会更丰富 更慈悲 更维系 一花一草一木 你都会跟他讲话 养成习惯 因为你爱他 各位看到你的狗来了 我就摸他 因为爱他 老实说 现在有个鬼来了 你爱他 他会不会超度 重点就是这个所在 鬼来了 快走 你越怕越怕 我跟你说 鬼来了 拥抱他 超度 佛陀讲的方法很简单 慈悲三昧 降一切魔 超度一切 是吧 重点是 你不要跟人家对立 跟人家对立 因为他是鬼 他是魔 更要用慈悲 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别的方法 所以各位这个叫 不恶法 不恶 就不要怕自己受伤害的空性 完全接纳对方的悲心 去接受一切 所以 那这样以后你就觉得 这么简单 佛法 没有困难 不用一旦 以前在道教后 处位 有刀 有剑后 给他磨来找 现在你带了很多配件 不是想磨 如果你想磨 磨还是进来的 因为你有磨心 你才是磨 带着这个配件 是悲心 请到我身上来 这个意思 那年华生大师说 有磨来了 赶快 请磨 嘴巴打开 他要跳进去 让你吃 让你吃 这样磨就被他超度了 这个叫密秤 也是佛陀的心态 密序 永恒的 慈悲三昧 所以各位要用 你相信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唯一的武器 你也讲 慈悲是武器 忍辱是力量 空性是精髓 那你就安住在无我的 接受一切的忍辱 永远对对方 慈悲就好了 不管用什么方法 有一个菩萨问我说 他有堕胎 好像都没超度 怎么办 晚上还听着胎儿在枯萎 我的经验多了 还真的有胎儿在哭 他们都讲给我听 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好了 你每天就观想 很多堕胎胎儿 我是妈妈 我负责来爱你们 然后呢 包括自己的堕胎胎儿 也一起爱 你这个胎儿 会被你感动成英灵王 他专门在超度他们 我老婆很逼 所以你为了你爸爸 去开一个老人院 那爸爸当然超度了 所以但是不要自私说 我只超度自己的胎儿 但是因为你自己的胎儿的苦 你就可以体受 你更体受所有堕胎胎儿的苦 跟所有堕胎爸爸妈妈的痛苦 跟所有帮人家堕胎杀业的痛苦 哇他们都好痛苦 所以这个婴儿就让你生起了 对世界的大悲心 那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这个堕胎胎儿 让你成为菩萨了 所以佛洛说 以苦为师 我们过去造业的苦 才会成就的祝愿 就像明日日巴 如果他没有杀人 要下地狱 他怎么会快速成佛呢 所以意思是说 各位要不要 要转障碍为成佛 不要想要去消灭障碍 这个障碍是让你更精进的 所以别人讲你缺点 你要更高兴 更接受 更努力 所以能够把这个事情圆满 那别人就觉得很有意义 对你有帮助 所以佛菩萨会实现各种方法 来告诉我们怎么帮助你 佛菩萨太慈悲了 就像很多妈妈 想要教儿子没办法 妈妈就透过别人 他说你去请我儿子给他高薪水 别人两万你给他四万 那就是事 然后我说这样怎么办 四万都他出 然后呢 师父还保护你十万 你用我儿子 为什么 他要叫他儿子吃个素 在佛教的环境里面工作 看他有没有好处 我这个妈妈伟大 所以我都会跟你们的员工 这个富四万的 不是我们付他钱 你们对他客气一点 因为你不要去讲他缺点 万一他跑掉了 对不对 交不了他了 不是为了事 人家自己付薪水的 比你们伟大 你看很有福报 拿这么多钱叫他学佛 对不对 就像己孤独长者的儿子 他参加一次八观灾界 得多少呢 十万黄金 十万 他跟他儿子说 你可以参加这边八观灾界 背一句佛陀的话回来 爸爸就给你十万 他儿子为了十万 只好在那边坐老半天 很努力的听 听没半句 为什么 佛陀知道他动机不对 就故意让他寄不了 让你半句也寄不了 他就很痛苦 不敢打个声 我一直要寄 一直要寄 然后佛陀一直不让他寄 然后因为这样开悟 他就入定了 入定终于背一句话 他才说哇 这种入定啊 超过 因为他这个儿子很疯的 赌博玩女人 这是他唯一的快乐 但是 他爸爸的这种方法 佛陀的慈悲 让他寄不了半句 他更认真的寄 这样 因为这样 开悟了 回去终于背一句话 因为这一句话 所以他背完以后 整个下午都在想这句话 怕忘掉 各位佛教很简单 怕忘掉这一句话 所以就把这一句话 敞到心里面 因为这样 证得出国阿罗汉 出国的 怕这一句话 所以各位 你晚上 你爱想起来 你就记这句话 别想起来 别想起来 说整天这样就不想起来 对不对 你就不想要讲这一句话 那你就没办法 我不要男人 我不要男人 我不要爱漂亮 我不要爱漂亮 我不要爱钱 你一天念一百公斑八遍 我不要钱 我不要钱 看你这缺点是什么 我比啥爱漂亮 剔头剔头 所以 那你要这个 要保持正念 哇 结果他回去以后 他爸爸给他十万黄金 他不要了 爸爸 这样太丢脸了 佛法多好 他要求干嘛 他要成为佛教徒了 所以各位 这是他的福报 对不对 但是也佛陀的善巧方便 条件给你记不拔句 我说的是 太好听了 听到大家睡得不拔 回去又买记了 所以 没办法 但是这个末法已经不错了 所以各位要 想着众生 不是光自己 使所有众生 三叶无污染方堪受戒 外面他们在撒水 来 变洒甘露 众生离即可 因灵得度 翁 嘟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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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 翁啊乎 翁啊乎 各位要用大悲心 来受伤皈依 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 因为各位 皈依过好多次了 每一次 是要 站在大乘佛教 引导 所有 为皈依 为离苦众生归一三宝 要每天这么想 这个世间光人就好了 只要有一个人 还没有归一三宝来修行 我们的忧心忡忡 怎么办呢 想要帮助他 就像你吃素了 你儿子还在吃肉 你就会想怎么办呢 怎么去帮助他 要经常这样来免伤归一 而且希望众生都得到戒体 各位就永远记住 有些人超度冤亲在主 永远超度不掉 因为他的嗔恨心 他的怀疑 他的傲慢 连他的冤亲在主 都不原谅他 你怎么超度呢 但是你全然的归一三宝 放下屠刀 必定立定成佛 所以有没有消业障 就看你有没有真实的归一 所以第一遍一定要这样观想 念完三归一 我全然的归一 一点都不怀疑 就依教奉行 所以你的全然的业障都消除 恢复清静 不然你得不到戒体 戒体就是要先恢复清静才可以 第二个 念完三归一 所以因为你全心的归一三宝 来依教奉行 来持戒 来发菩提心 所八万再戒 所以诸佛菩萨的光明戒体 就现前 这也是靠你的心 第三遍 你因为全然的三归一 来持戒 依教奉行 来发菩提心 受戒 所以全然的得到戒体 不但你得到 你所关心的众生 都一起得到 所以就要观想所有众生 修业障 戒体加持 得到戒体 要不断的讲 观修 养成习惯 而且真实就很多众生 在我们念三归一的时候 他们就脱离善恶道 就往生了 就超度了 就解脱了 因为用心去修行每一句话 法没有高没有低 每一句话都是生命的实践 不能说我懂 而是世间众生 全部懂这句话才叫懂 要有这个悲心去读 任何一句话 要用无上菩提心 这个世间最圆满的心 无上菩提心 所以佛要我们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这个大不是光你个人 是对世间一切圆满的了解 对生命究竟的意义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 所以人众生有情 皆有佛性 要圆满的展现佛性 有佛性以后 那么如何把佛性 变成成佛的果 所以从发菩提心 开始修野障累积之粮 永远不离开波罗蜜菩提心 最后成佛 那成佛目的呢 才开始作业了 就像你医学院毕业了 开始让众生都成佛 就像一个医生 就是要让众生都健康 但是健康还有死亡的一天 不究竟 但是让众生变成不生不灭 永恒的法生 所以成就法生 圆满报生 慈悲化生 利益众生 这是每一个佛的责任 所以我们希望 所有 而且发这个愿 所有这些无情的三合大地 都能够成为净土一样 没有台风 没有地震 处处都是 该一个寺庙也要看风水 对不对 风水好不好 那个地方 是不是适合修行的地方 就是如此 就像印度的菩提盖 那是大陆的普陀山 荷米山 五台山 真的是圣地 到那边你就感受到 圣地的加持 所以希望世界 这些无情的境界 各个都变成圣境 连这个花都变成极乐世界的花 天上飞的鸟 都是这些极乐世界世界的鸟 所有的声音 都变成说法的声音 这叫飞情的境界 所有有的友情 都要承担它成佛的任务 所以各位永远相信 不要舍弃伤害任何一个生命 无论它对你怎么不好 那只是我们修业障 修忍辱慈悲 但是还是祈愿对方成佛 想尽办法让对方成佛 所以千万不要有称恨心 排他心 傲慢心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一次 两次 一百次 一亿次 都要引导对方 所以 这样来发起无上菩提心 来守每一条戒 来吃每一口饭 来穿每一件衣服 来起心动念 都不离开菩提心 这叫菩萨戒 品尼律要上个厕所 当愿众生 穿个衣服 当愿众生 吃个饭也当愿众生 死亡也要当愿众生 同生净土 要怀着菩提心 来过生活 来圆满生命 大乘 佛教 身与一轮 都要三叶圆满清净 你要这样修 你不能说以后才修 现在就要努力了 种下这个因 所以会骗人 就是没福报 没福报 才需要骗人 有福报 不需要骗人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但是你越骗人 就越没有福报 越骂就自己 越没有力量 你骂人家 你讲别人是非 生生世世 你讲真理 没人听你 那不很可惜吗 但是我想要用声音 压过他 不需要 我认识非常有威得力的人 或是很有钱的 讲话我都听不到 原来他讲这么小声 我们都要听 特别女孩子 我认识了几个 世界百富 百富 下回我带你们去看 什么叫百富 的女人 的女人 他连桌上掉一颗饭 他都会捡起来吃 怪不得 他叫百富 请我们吃饭 他什么都 什么都带回去吃 他自己吃 然后讲话 轻声细语 原来我看到菩萨 有钱而不享受钱 他是来视线的 不然他怎么作为百富呢 这是有 但是这个所有钱干嘛 护持三宝 帮助贫穷 这是人家发愿来的 而且不让人家知道这种事 他跟那个商场上的百富 又不一样了 他真的有实力 这也是我的福报 我见到这些人 大乘佛教 所有的功德 都要发愿 回向 这为什么你要供一朵花 因为我要成佛度众生 这个一定要发愿 然后再把这个成佛度众生 供的花 再回向给众生 每一个都一样 吃一顿饭 走路 都是为了 成佛 然后再把功德 回向给众生 这样你吃一顿饭 功德就很大 喝一杯水 功德也很大 点一盏灯 功德也很大 就像念点灯祈愿文 点一只香 念焉供仪轨 供一杯水 善供下师 各位要把每一件事情 你去上班 你要发愿 愿所有人都找到善业的共识 愿所有人都能够如法的赚到清净财 愿他所做的工作 都对社会有利益 你要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这样做 所以愿大家都得到这些世间的安全福报 而借这个机会工作变成成佛的因 就是这样 一个护士最容易 一个医生也很容易 一个法官 一个老师 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在教化人间 法官呢 法官在讲因果给众生听 对不对 你造这个业因果 所以你应该去忏悔六年 不是把你关六年 透过这六年 你好好的 法官就把八十八佛叫给他 你好好去拜佛 八十八佛 你天天拜 《怀言经》 跪着念 你念完 一字 拜一拜 刚好拜完 出狱 下回我们来一个佛教大法官 关一个佛教监狱 那多好啊 那个叫净土 但是好好的在里面 拜颤 对不对 好好在里面修行 这个就是莲花的意思 往生极乐世界在莲花干嘛 莲花里面忏悔 听佛忏悔 等你业障 全消了 应用成熟 花开 见佛 出狱了 要知道吗 出狱了 然后呢 就去参访 你看阿弥陀佛聪不聪明啊 先把我们关起来再说 但是这就是善巧方便 让众生成佛的方法 大乘的修行最大的愿 就是念念不离菩提心 那菩提心当然就包含了 刚刚讲了因果心 空性的心 大悲心的心 广修所有上根 供养 回向众生的心 祈求众生都愿成佛的菩提心 当然所有经典都在说这个 但是说这个就是 你要回归那个点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 要以菩提心为起心动念 为动机 初中后都不离开这个 那后来菩提心变成你的生命 这个肉体生老病死 这是随缘 它只是一个生命 但是我的菩提心呢 那是不生不灭的 永远安住的 所以要不断的这样累积 这样最后圆满菩提心 才能够成就佛道 真实帮助众生 人最大的痛苦就是 业代表叫人天福报 业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叫善业恶业 烦恼呢会障碍解脱 习气呢会障碍成佛 所以八万灾界 可以让我们得人天福报 断恶业及善业 可以让我们解脱生死 断烦恼 可以让我们成佛 断习气 那各位你要了解 你是什么习气 你有什么烦恼 你有什么业 所以要多忏悔 多积善业 有些菩萨说 师父我很想出家 那出不了家 一辈子说八万灾界就好了 变近人嘛 那没办法天天过午不时呢 没有问题 吃素吃杯 晚上多施死 对不对 随缘 站在菩萨道 又名掌养 菩萨就像一个爱赚钱的老板 一直赚一直赚 赚到功德满满 叫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也叫波罗蜜 菩提之良 那是来自于三上根的做法 的动机 无贪心的菩提心 无称慧的大悲心 无愚痴的大智慧 以这个三心去实践各种善业功德 以三心行六度 各种善业功德 来增长成佛往生净土的善根功德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哈啰 大家好 进入社区内吗 要让江坤均一医生 对抗平毒 六时轻社区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充电的社区方法有两种 插故社区 囚禁断社区 要建议台阁用插故社区 有安全、有友好、有五个国民 用插故社区 作在本业社会适当墙 虽然囚禁断社区效果也有 要建议台阁在无需的时间 将囚禁断社区 用插故社区的效果 并瞄准本社区